中天到来也是流感的高峰期 花林县卫生局辖下的各卫生所 也开始施打流感疫苗 由于今年新冠病毒的影响 民众为了加强自身的免疫力 避免流感的感染 施打民众比起以往要显得更加热络 社风乡卫生所主任呼吁 乡亲能够到卫生所进行施打 才不会让乡亲白跑一趟 共被流感疫苗开打 社风乡卫生所每日也有108剂流感疫苗可以施打 用民众就担心公费疫苗不够打 在卫生所下乡看诊时 许多民众也来到村办公室 村办公室来询问有关施打的情况 施打4架流感疫苗 相信是比较网约 从上礼拜一开始 本所已经供施打1000剂左右的流感疫苗 那这礼拜开始的本所在所内跟所外 一天各施打108剂左右 那所谓的所外就是说像比方说像现在 我们在下午的时刻来到了平和村 这边在这里活动中心 为乡亲做一个设葬的施打 方便我们的乡亲 那我们现在也同步的就是说 已经在规划那个预约的制度 请民众留下电话跟姓名 本所的同仁会主动的跟乡亲联络 所以说请乡亲不要紧张 我们会那个与关注那个疫苗的动态 那还是要主动来疫苗合约院所 许多民众也来到村办公室来询问有关施打的情形 由于许多村办公室卫生所的看诊时间 疫苗是无法临时加定 但是数量有限只有40位 因为疫苗不够 我们平和乡亲将近有100多位到现场 但是卫生所已经有采议约登记电话号码 会一一通知我们乡亲 到我们卫生所再继续施打疫苗 随着世界新冠病毒的病情恶化 我们的乡亲对这个防疫措施 一试抬头 大家都纷纷来接受疫苗接种 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出门在外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戴口罩 请洗手 这样子才会有健康的身体 109年公费流感疫苗5日开打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今天公布截至11日 接种数达197.6万剂 比去年同期170.8万剂 多了27万剂 许多民众来接种流感疫苗的施打 希望能够加强免疫力 避免再提弱多病 受到其他病毒的感染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